字幕提供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 我們自己出的VILIBIAR MS013 產品特色 和食用裝飾 很多朋友都發生了 問我 現在我就試一下 看看 MX013 光草在陸地上 是四方面 因為我們設計時 根據水亂的設計率 而不是空氣的設計率 所以在陸地 完全沒有這個效果 不如我們去水光 試試吧 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看到 現在有桶水 我們有光斑開了 大家可以看看 光斑是四方形的 我們現在開始變魔術 慢慢下去 慢慢落水 一落水之後 就變成圓形 是吧 周圍都很銳利 上來之後 又變回四方形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電孔 好像沒有觸光效果 好像電孔一樣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加一個 轉盤 這個轉盤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可以選擇 鋼斑大水 這個是需要入水 即是由水裡才可以運作 所以我們可以在 游水下的情況下 很容易入水 接著呢 我們的光斑分幾重 一個是25mm 另一個是25mm 另一個是20mm 另一個是12mm 另一個是8mm 另一個是8mm 光斑 因為光速夠強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顏色片 你可以裝在前面 來改變燈的顏色 從而 可以拍攝它的背景 可以到達到這個氛圍 是很有趣的 亦都可以為你想拍攝的地方 去掩飾 那 這支MS添衣 如果我不買轉盤 可以不可以呢 我又可以比較一下 我們兩個 燈嘴 其實這個燈嘴 它是擋光的形式 而不是因為鏡片 去聚焦 所以它所產生出來的光度 其實就不是 那麼理想的 我也是入水 也是 入水 當然是入水 它出來的光 其實是很弱的 大家可以看到 跟剛才那些 那麼弱 可以嗎 其實如果平常用PG4 是可以的 當然 用轉盤 它會更加之 發揮得多 多一些 還有你呢 去拍照的時候 攝影師的創意 可以盡情地發揮 如果你單純在拍攝的黑背景 其實很沒意思 是不是 但呢 如果你有華色片 有不同的光盤大小 就可以令到你 創作空間更大 OK 好了 今天說到此為止 多謝